今天跟我的朋友 Chloe來到Vittoria 誒 剛好不看鏡頭 害羞是不是 我會走一個巨星的夢 你不可能 不要想 我們剛剛啊 就是坐了大概90分鐘的Vari 然後跟大概40分鐘的Bus 然後我們一到的時候就是很幸運的我們遇到台灣人然後就是有去一家叫做Red Fish and Blue Fish 我只能說那一家真的很好吃 但是我們排隊排了一個小時 就是吃那個Fish and Chip 然後介紹 哦 你說食物嗎 對啊 沒有辦法它是完美主義 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家可以看照片啊然後影片或拍起來 在哪裡啊 這裡呢 好我們現在在這裡 然後我們準備要去這裡 然後 那是什麼 就是Vittoria Con... com... con... conference Nitoria Conference Center 那個是那個嗎? 不是這一個嗎? 市政廳不是這個嗎? 那那個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第一次來 好啦,先去這個 這個,就對面而已 不要再去這個 再去這個 這風也太大了吧 集中間 還放在門外 爬子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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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 做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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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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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中就是可能有個廣場 對不對 有個廣場 然後我們可能可以在那邊用拍攝啊 什麼蠻好玩的 結果一來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樣 你不會推薦 好啦 平常進展我也不會 那就是有時間再來 那沒時間的話就是 你知道就是不要再過來 因為真的是 不好 對啊 就這樣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下次見個屁啊 一定要講下次見 對youtuber都這樣 因為我們要去那邊下次見個屁 好那我們等會見 好我們等會見 你的錄就是這樣子 你覺得為什麼你喜歡那個維多莉啊 我覺得 就是 因為玩的話好像很方便 就是他去的點的話都很集中 你就不用跑來跑去的 而且比起溫哥華這邊比較有 就是真的好像跟台灣很不一樣的那種感覺 對 不要放鬆 對 而且你不覺得那個建築也都很美 對 就是很多很多的紅毛城 哈哈哈哈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打工度假不是快結束了嗎 嗯 那如果有人問你說 值不值得來加拿大打工度假 應該 值得吧 但是我覺得好像每個人生活方式不一樣 但是 如果 要像我這樣的話 我就會說 嗯 或是不是很值得 就是我就是只賺錢 那種 喔 我想說 大家都不認識你 想像我這樣我想說 所以我會解釋嗎 喔 喔 不是 那像我這樣子的人咧 我覺得像你那樣就還可以吧 還可以 還可以 就是你可以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因為這裡真的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對 你可以知道很多不同的文化 或者是每個國家 不管是怎樣的人 都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他們國家的意思 對 就是他們 那個國家的人 多少一定都會有 我們既定一下 好像真的就是這樣的人 因為很多人是卡在沒有人 要跟他們一起來吧 就是他們是完全是一個人啊 像你這樣 但是錢的話我覺得 我也是有認識 真的是帶蠻少錢就來的 哼哼哼 我覺得 當然你 第一個月的房租跟訂金 一定要有 嗯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覺得 你帶越少錢 也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不會讓自己帶度 喔 就是你會馬上去 趕快找工作 因為我沒有錢了 也是 我就會趕快找工作 因為你帶越多錢 就想說啊 反正我還有一些錢 我還可以 那邊看看 那邊走走 再開始找 然後就是 第一 有時候你沒錢 就漸漸開始 就會開臉皮比較厚啊 找工作你也會比較趕 真的 對啊 所以錢我就還好 主要是我覺得 好像找人 真的蠻不懂的 好 我們現在還要回去了 你覺得這樣子 一天的行程怎麼樣 就是蠻不錯啊 蠻悠閒的 只是要回去有點趕快 反正就是 能提早就提早啦 因為 夏天的時間也是比較長 所以就是 它不會很快就天黑 所以就是 也是個優點 那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一定要買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票啊 是公車的票 然後你可以買那個 一日票 一日票的話 就五塊錢 可是因為你一定要到那一回 就是來回來 就是會五塊錢 如果你在市區 你還想拿公車的話 就可以用 就不用急 對對對 所以其實還蠻建議 就買這根的啦 好啦 那下次見囉 喜歡的話 幫我按讚 哪邊 哪邊可以按讚 如果你還喜歡我們的話 請記得按訂閱喔 這個教我 看很多YouTuber的那個影片 好啦下次見 拜 而且外面其實風有點大 很娘 很涼 非常涼 很涼 風好涼 好涼 差不多這個意思 差不多這個意思